我們要用基本原理去求F'X,即是這個函數的倒數 基本原理都是假設X的改變是很接近0的情況 它的斜率會有什麼呢? 斜率即是新的情況,減去舊的情況 再除回X的改變 Y1-Y2,再除回X1-X2 留意新的F'X,小心一點 是說Sind4,將X 換成X加DeltaX 當然,其實有一個括號在這裡 然後減去原本的狀況,Sind4-X,再除回DeltaX 分別是兩個項目在Sind比例中,4X和4DeltaX 有兩個方法可以做 第一項目是用輸覆格公式,選擇就是Sind、cos 然後再加Sind、cos cos4deltax 記住搞定了x和deltax的分別 如果你不舒服可以用h來表達 不過我習慣 我喜歡deltax的意思更多 cos4x sine4deltax 減去sine4x 留意到有兩個項都有sine4x 所以我們就抽公恩 sine4x 然後裡面 就是cos4deltax 再減一倍 做習慣了極限的話 就會留意到有些相似 根據我們對極限的理解 如果是1-cosθ除θ 比例就等於0 所以如果是 或者反過來也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0的負都是0 所以我們想讓分母是4deltax 為此 我們先把分數拆開 兩部分 各自用各自極限的理論 但留意到 如果使用limit 然後有兩個項 你就需要用一個大括弧 去括這個範圍 都是拿到deltax的極限 這部分 剛剛提到的4deltax 分子也要變成4deltax 很容易解決 除4 上面就乘4 同樣道理 這邊我想是 比較4deltax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下面乘4 上面也乘4 所以我們就開始 應用極限代 留意4x和deltax 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而我們的函數 基本原理的度數 應該也是和x有關 所以保留這個x是很合理的 而第一個項的第二個比例 就是0乘4 所以這個項都會沒有 加4cos4x 這個比例就是1 所以就乘1 所以實際就只有第二個項 就是4cos4x 如果我們背回D的法則 就會發現是一致的